金融海嘯對娛樂圈的影響可以說是越來越明顯 在這個市道低迷的時期,連舒奇都說願意減價七折去接戲 而何超儀更加不計較酬奴 因為最近她接了一部戲,連半價都不好意思開口 最後索性收了封禮事就算了 超儀和老公,接下來都想開一間製作公司 不過她就說不敢向賭王求助 金融海嘯全世界都受影響 有傳連賭王的女兒何超儀都損失了幾百萬 正計劃開製作公司的何超儀都說 今次的金融海嘯都影響到他們開戲 受今年的金融海嘯影響,可能會退遲 一定會,因為拍電影很多時都是找人做融資 我們集資去開戲 但可能原定的計劃是開幾部戲的 但現在會縮小了 遇到資金問題,有沒有突然出現問題 是因為外面街所有人的資金都出現問題的時候 所以要發展的project就會少了 最近有不少藝人都說自我增值 阿薩就跟詹Sir學演戲 而何超儀所屬的藝術團體 當中的一班藝人也跟著一個美國著名的演戲教授 上了為期兩天的課程 何超儀都說對她的演戲幫助很大 剛剛因為昨天我再抓她出來 再上一個私人課程 我新戲那裏拿了劇本跟她去工作 剛開始我自己拿劇本看的時候 我只想到一兩個人 這個人物可能是A種人類或者B種人類 但她令到我可以想到這個人 是A至Z種人類都可以 很多不同的演繹方法 很多不同的演繹方法都可以 但你會選定誰較好 或者她建議 有沒有建議給你 她不會建議給你 是你的選擇 我對她的演繹 何超儀為一部科幻動畫片配音 升演一個反派角色 雖然對於配音工作 超儀已經不是錯過 不過她表示這次的難度極之高 駕印有別於一般動畫製作 這次動畫片是先有聲音 之後再有畫面的 所以真的少一點想像力都不行 還不僅如此 何超同時要包辦 和英語版本的配音工作 不過他就不肯找在澳洲長大的老公 陳子聰陪他連英語對白波 他有澳洲香音 我們是叫他那些是香音 他是鄉下人 所以他那些不作準 那麼多年你會受影響你的英文發音 會的 因為美國在加拿大 回來那麼多年之後 經常都跟香港和菲律賓工人說話 我的英文只會適用於菲律賓人面前 或者跟我老公說話 要不就變成菲律賓的文法 很大件事的 文法都錯了 把詞語調轉來講 有時候去拍西片 都會很擔心我的口音有沒有被影響 因為有時候去試鏡人們都會 都會說那個女生從哪裡來的 她的口音 混合所有的東西 她的口音是這樣的 我會覺得很可惜 因為以前我在外國讀書的時候 我是外國口音的 回來之後就變成這裡 口音這件事 真的不是一時三刻就可以改正過來 不過由於有位英語導師在配音現場 及時矯正她的發音和語調 所以最後何超快速地錄了五小時就完成了 如果在動畫中飾演何超對手的Vaness 吳建豪能夠同場錄音 不知道何超會不會拖長配音時間 因為分開錄音會不會很可惜 會否覺得可以面對面 有些過程 有些可惜 如果面對面可能會 事情可以再更好一點 但見不到大家就唯有去 幻想大家會怎樣做 其實自己有沒有興趣跟這位英俊合作 當然有 他很好打 對 他一樣很好打 希望他比較好打 我希望可以跟他演打片 由於近年電影市道差 早前舒奇就表示會減片酬三成 而何超亦坦然 自己在最近接拍的新戲中 亦主動減片酬 減到只收居馬費 何超更透露 在全球經濟不景氣下 他跟老公投資的電影公司 亦遇到阻滯 大家的荷包都縮了的時候 原本計劃出來的項目是大一點 都要縮小一點 有多影響? 可否實質 很大影響 你到處沒有人拿錢拍戲 是啊 你試想想 到處的人肯定給你錢拍戲 那你自己都可以放一些出來 就是金融風暴 因為這個金融風暴 大家的荷包都砸了